花蓮市路跑年度体育盛会 2024花蓮太平洋众古半城马拉松 于11月23号将在花蓮登场 而市长魏佳燕与今年的花蓮市 观光大使大马女生林明珍 共同宣布2024花蓮太平洋众古半城马拉松 即日起开始报名参加 欢迎所有喜欢跑步的朋友们来到花蓮 用运动来体验花蓮之美 并用热情一起来挺花蓮 迈入第十届的花蓮太平洋众古马拉松 今年将在11月23号登场 期盼可以在地震过后 为花蓮迎来一波光光消费热潮 这次是十年 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 我们已经累积了十年的一个奖牌 今年是卓西的一个意向 也希望能够收集到所有花蓮县 所有的一个乡镇 让我们太平洋众古马拉松能够扣起 那我想这是相当有意义和历史的一个部分 那再次的谢谢大家 我想待会也有很多的反观会必要致辞 那我也跟各位报告后 我想请你们相信花蓮市公所 我们持续的为大家 我们为了观光来努力 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个基础建设能够做好 那也期待花蓮回复到往日荣景之后 能够再对大家所喜欢 花蓮太平洋众古马拉松创办人 也是县议员魏家贤 他感谢各界支持 让赛事顺利迈入第十届 也请大家踊跃参加 花蓮这次真的是受伤严重 让你计划 现在的新闻都能够是好新闻 也请大家等一下把林云珍美美的照片 跟太平洋众古马拉松 和威杰一位市长 做一个强烈的对手 让他行销到全世界去 让更多人看到花蓮的美丽 也希望11月份的时候 我相信花蓮的交通 各方各面都已经非常非常安全 也希望大家来到花蓮 旅游观光跑步 振兴花蓮的所有人籍 今天特别邀请到花蓮市观光大使 大马女神林明珍 在马拉松记者会中站台宣传 她表示 这一次不仅要宣传最美丽的马拉松赛事 也要为花蓮的观光旅游加油打气 这一次特别过来 我觉得希望不仅是能够宣传漂亮的马拉松 都能够一起为花蓮加油打气 然后还有就是 这里一定要呼吁一下 喜欢路跑还有喜欢山海的朋友们 都一定要来参加 2024年第十届花蓮太平洋 种谷马拉松 因为我知道就是花蓮的风景 真的非常的完美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在一边 跟大家一起路跑 然后一边又可以欣赏 就是沿着东海岸线的风景 今年赛事包括半马21公里 小马10公里 迷你马5公里 从美轮田径场旁的海岸路出发 让跑者欣赏东海岸的美景 赛事7月5号下午3点钟开放网络报名 前3000位报名 并且完成缴费者可以获得早鸟礼 今年提供的是好看又实用的运动健身包 而玩赛奖牌延续一年一厢镇特色异象 今年的风景奖牌是以灼溪香为设计概念 可以看到知名的南安瀑布还有南安黑熊 华联市长魏佳燕邀请喜欢马拉松运动的国内外好手 都能够赶快来报名参加 这里会幻视报道